我們很快的先說結論 所謂的結論就是 如果中俄一 就是中國俄羅斯跟伊朗的 這種大家擔心的三國同盟 被開始在國際上討論的時候 其實這個操作 這個策略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也就是說這種 讓大家有點害怕 有點擔心的 所謂的三國同盟 代表的象徵的意義 是跟西方國家不同的價值 而且它還有一定的實力 其實剛剛胡平主編 有特別講到 中國在重視的 習近平在重視的外交政策 是這種餘地 是這種籌碼 手上有籌碼的時候可以談判 手上有籌碼的時候 可以讓對方害怕或者是擔心 其實如同我們所說的 效果就已經達成了 至於實際上中俄一 到底會做變成 怎麼樣緊密的連結 其實各國的利益 都有不同的盤算 其實三方 這三個國家 本身也有所謂的 自己的盤算 但是重點是 本來的同病相連 變成了同仇敵態 我們要擔心的是這個部分 如果從同病相連變成同仇敵態 而且變成真正的行動 可能對於整個世界的局勢 會出現比較大的變化 因為當他們變成採取同樣的行動的時候 西方國家當然也必須做出相對應的因應 這個時候就不是孰是孰非 或者是誰先開始做出不好的行動 而是會變成全世界都會面臨一個很大的緊繃的挑戰 比如說我們所說的 北京現在所考慮的 是到底要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什麼時候出手來扮演一個和平的使者 手上籌碼最多的時候 就是他出手來提供所謂的和平使者的角色 扮演和平使者角色的最好的時機 我想這是北京在外交策略上面一個操作 跟伊朗的關係拉得近 跟俄羅斯關係拉得近 然後似機而動 這就是美方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但是美國現在 因為深陷烏惡戰爭當中的泥鬧當中 其實壓力如果最早戰爭拉得更長 其實壓力會在美方的身上會越壓越重 那中方事實上現在大家看到的只是在外交辭令上面的一些準備 所以我個人認為中美之間的關係 在這樣的緊繃的局勢之下 中方當然操作這樣的中俄裔的和 這個三國同盟的這個可能性就會越高 但是實際的行動要看後續的觀察 操作口號同盟的口號跟實際同盟的運作 我想還是有一段的落差 關鍵還是在於整個中美的關係